沒有問題 既然沒有問題 我要問一下小英哥 小英哥其實你一直是走創作路線的對不對 對啊 然後我剛剛聽到兩首歌 原聽之後沒有問題 你現在願意把你的高雄妹公出來了嗎 我只會公布她的姓 姓喔 她今天你有邀請她到活動現場嗎 她是女性 這個梗其實還滿新的 對 很冷嘛 對不對 因為但其實很符合這種很冷的梗 小英哥 我們剛才呢 連續唱了兩首歌曲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啊 很多很多朋友呢 也隨之的擺動 那接下來我們有帶來很多好聽的歌曲 是不是要連續的接力開唱下去 對 因為剛開始 接下來我要帶來一個 比較不同以往的流行的風 我們來做音樂脫口秀 各位 有在KTV裡面 有亂搞點出一首歌叫做 再加五塊錢匡香曲嗎 有沒有人點過 有喔 這首歌這首歌喔 破華語的文字字數最多的歌曲 小英哥你再說一次歌名 再加五塊錢匡香曲 這位 楊宗偉 翻唱過 是 對 還有 那個 小豬 小豬羅志祥 對羅志祥也翻唱過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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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相信嗎 小豬哥你說什麼我都相信 不是不是 是真的 真的 各位現在手機不是有那個什麼Youtube嗎 對 再加五塊錢匡香曲 加楊宗偉 再加五塊錢匡香曲 加小豬 小豬 就藏得到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史上最長的 文青原版就對了 對 脫口秀 音樂脫口秀 來感受一下 是講到那個素食店裡面喔 不是有那個再加五塊錢 再加十塊錢嗎 是 我給他弄一個搞笑的一個 小明哥你知道嗎 現在到便利商店 不是啦 到那個素食店加那個 跟他多要一包番茄醬 他要多收五塊錢耶 喔 番茄醬五塊錢 對 那我的歌詞 都要全部加十塊錢以上囉 OK 所以是更高級的 是齁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時間 交給你了好嗎 好 好像很可怕是不是 這首歌很歡樂的啊 OK啦 我們很歡樂 今天是燕旦節段是歡樂的啊 好啦 這次把我們時間 交給我們的小英哥 來 歡迎家子店的大樂隊 謝謝 這首歌呢 講到素食店裡面 Waiter 他來推銷他的產品 叫做再加五塊錢 黃香曲 謝謝